我是真的被赵明轩利用了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但我现在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了 没人相信你就过来找笑容了呗 我现在无处可去 赵明轩已经找上我 那个疯子 我不知道她会做什么 过来一下 怎么办 我先去找她消消气看看什么情况 让她说我房间 你行吗 我已经想来 现在还是好了 我听林宗说你在回来的路上 所以我就过来等你 好了 谢谢你过来 给 谢谢 这样说他不知情 我觉得他不是在说谎 他现在哪里 老夫特 你会陪着他呢 赵明轩应该是见过他 给了他不小的压力 如果他是被派来的 这个时候应该回去了才对 都怪我 找几班到赵明轩 还是不够精神 云南那边情况怎么样 资金缺口很大 我哥的状态也不太好 这一番 要牵连不少人了 那接下来呢 你们打算怎么办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是怕 你又突然一蹶不振了 没事 不是 只要你在我身边 这道坎我一定能迈过去 肖长齐 我来找你不成为 你能够来我就很满足了 我也不给他奢求什么 只要这次能保住云南 就能够收集相关的信息 一个不经意间的蛛丝马迹 就能指向真相 坏事做得再隐蔽 也不可能无邪可击 迟早有一天 我要抓住赵明轩的尾巴 你去哪儿 我去录歌啊 别把我自己留在这儿 赵明轩可能会找过来 被你叫人了 你知道了啊 来就不错了 你们真是 什么人都往家里领啊 你还真忙活起来了 他们让你干什么了 你把合同给我看看 我找人 我先走了 武苏的男人 都这么不合妈 爱管事 他现在是你女朋友吗 管好你自己吧 你说过越多信息 就越容易掌握破绽 所以我找互补电视台的苏苏 帮我收集了 德居近几年的新闻 我把跟赵明轩有关的 都收集起来了 你看看有没有线索 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好 好 好 宝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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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着了 你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 看了吧 你什么都记不住 就记住几张人脸了 什么人脸啊 赵明轩 他秘书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男的 也不知道是谁 赵明轩的所有项目 都有他们仨 哥 你帮我查个人 我发给你了 好面熟啊 怎么要见过呢 哥 你帮我查个人 我发给你了 对吧 干嘛呀 你怎么还带着 我说你 行行行 我去开门 费尔在吗 楼上呢 陈小姐跟我回去吧 那儿更安全 不是觉得 是我下的套吗 我那不是一问句吗 后来你没给我答案 你就走了 好好好 我确实是怀疑过你 后来我仔细一想 你要是真抱着 下套的心态来 那我们这些 酒精沙场的人 早就应该看得出来 那想必你肯定 也是不知情的 是被赵明轩 那个老狐狸给利用的 你还真是会说话 我说你就别端着了 你就跟林总回季风吧 我们家又不是酒店 太阳都找你一上午啊 季风现在因为这个事情 也不安宁 我下午还得跟着萧总去对账 孩子也没有人陪 你就当帮帮我 陪陪太阳 小姐 我查到了 她是德局的财务总监 叫贾文 有年前出事了 现在已经不在公司了 出了什么事 这还需要再打听一下 我想起来是谁了 王阿姨的儿子 阿文 你不是他的家人啊 他儿子以前也是在我铺 可那也是干的酒店这一行 我这儿子 王阿姨 王阿姨 有人来看你了 王阿姨 阿伟 你来了 王阿姨 我不是阿伟 王阿姨 您看 这是阿伟吗 那你们是谁 王阿姨 我是何孝然 之前帮过你们的那个记者 您不记得了 我们来是想跟您打听一下 阿伟的事情 她之前是在德剧工作吧 那她当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不要在这找我 不要在这找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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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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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以前她儿子酒驾 出了车祸就没了 老王心里边 她儿一直是非常亏欠 于是把户部的房子也卖了 把一部分钱给了她没过门的儿媳妇 那房子出售以前 还遭了一次活 也是低价出售的 老王说 青山的建设 是她儿子金属的最大的一个项目 于是干脆把吴苏的自己的房子也卖了 住到青山养老 这也许是另外一种陪伴吧 萧总 你让我查的案子 甲文久后驾车 车冲出高速 自然爆炸 有案发式的监控录像 有案发式的监控录像 那儿当时是新修路段 还没装监控 明白了 有案发式的监控 盛齐 对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是赵明轩的圈套 不用自责了 老孟 准备点吃的给合计者 好 马上好啊 好 谢谢 嗯 谢谢 我 我在德聚跟贾兰打过一次交道 当时新人培训我跟他是一族 但是后来就没什么交集了 我印象里他是很谨慎的人 怎么会酒后驾驶呢 我记得孙老说过 他在护普做的丰盛水旗 还赚了一大笔钱 德聚的晋升 有薪资上涨幅度的上限 突然发财是不可能的 赵明轩偷工减料 那只是表象 归根到底他就是为了钱 如何把这些非法的钱 合理地倒出 他身为德聚和赵明轩身边 最亲近的财物 应该是最清楚的 我认为 撤获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的 在护普还能查到些什么吗 最好能找找他的遗物 那房子被卖了 而且还被收过 现在王阿姨一提到 他儿子的事情就很激动 应该也很难问出什么了吧 王阿姨是不是说过 你又很像他的儿子啊 是说过几次 你别说还确实是 你的身形跟身高 都跟他很像 如果逼他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 肯定会反应激烈的 但如果就当成他儿子 陪他回忆 贾文的生前细节呢 利zinho 作词 回忆 在哪儿上期 我命成了 叫你 悠盛 昨晚 谢谢你收留我 没什么 小燕 我们还能当朋友吗 这些年来 你真的有把我当作个朋友吗 如果我说有 你会相信吗 只不过我对朋友的定义不像你那么纯粹 在我脱离那个家之前 也是想用你们来保护支撑我自己 在我原本的计划 是应该踩着你们两个来获得幸福的 但我现在意识到那是错的 步步为营 把人生当作数学题 是不可能幸福的 我也不打算那样过日子了 小燕 我为我过去做的一切错事 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 但我那天说的话是真心的 我已经这样了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幸福 卫啊 新发情不错 太阳今天说这个八很酷 像个什么动画片里的英雄人物 他这么一说 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看 都消失各个都藏着 在聊什么 没什么 还没睡呢 也不 ble complexity 回来了 你干吗呢 干吗呢 这都什么啊 我以前写的一些歌 我想如果十五岁的自己知道 当时随手记录下来的旋律 还有心情 能在十年之后 被正正经经地做成单曲 我肯定高兴地睡不着觉 肖上齐他是不是受了挺大的打击啊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而且也找到了新的线索 不过后面该怎么做还不知道呢 那位云端公主呢 会季风啊 我觉得她经历了这么多 都改变了不少 好的那种 我的这些歌里有好多都是 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写的 可这么多年过去才发现 偏偏这些歌的旋律是最精彩的 有时候困境也许是另外一种 馈赠不 呀 我就看 dollars 我现在问你了 啊 你说是两个国歌风记练吗 我这狙就 looks likeس 但是我们28个国歌健致这个 这铁不一定管用 你要卖的话 就当普通香氛卖吧 那我又买一瓶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小老板 就是太时尚了点 确实时尚 这样吧 我们先少进一点货 放在我们店里卖卖看 痛快 谢谢 不是吧 小老板 没想到你这 直来直往的性格 这么有市场 看来我得都跟您学学 软软行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茂城那有一家文创品牌 想搞一个联名相分 咱过几天飞过去看看 行 听你的 走 走吧 唐延 合作愉快 行吧 少了吧 少了吧 人呢 人呢 李坏 李坏 你快点 你快点 把合同给我 我让常理的法卧给你看看 老隋 我说你平时挺帅心的一个人 怎么到我这儿就瞻前顾后的 跟被骗大的似的 我约了编曲没空理一下 我跟你说 我刚刚看那制作人 跟唐妍在一块儿了 音乐圈这么小 认识唐妍很正常 哪儿正常呢 李慧 你是不是想活想疯了呀 就那么巧有人想牵你 那么巧那人还认识唐妍 这音乐圈都小到这个份上了 隋编唐妍 说到底 你是不是觉得 有人能看上我的音乐 是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 你聋啊 我是那意思吗 那你什么意思呀 我不是怀疑你的音乐天分 我是觉得 要是吃这盎盎饭那么容易的话 你也不至于混到餐馆打工去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这是个制作公司 但是根本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 三流 不 九流 你还不如回豪哥那唱歌去呢 谢谢你 忠言逆眼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现在只是签个约 你就连好赖子分不签了 李慧 我马上要出差了 李慧 天文 嗨木头 你帮我查个人呗 多吃点 走回号 左手 喂 蕙姐 你再写什么好歌 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们啊 是啊 蕙姐 我考虑考虑吧 杰哥 你认识唐颜吗 认识 早走之前认识的 最近一直找我要活 我都懒得搭理他 我先去下边上间 下边上 好 下边上 来 蕙姐 咱们再干一个 谢谢 你也得 咱们再小分钟 来 还有啊 还有 来 您吃点 吃点吃吃喝 来 吃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唐颜颜的电话 估计又是找我要活 不用搭理他 你给他回一个吧 万一有急事 行 回 不是 我说你俩可以啊 你光看号码就知道是他 知道你俩又过一段 放心 我肯定把他录毒死 唐颜颜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再找我了 我这没有你要的活 不要再骚扰 你小子在那儿装 你谁呀 你管我谁 我其他 你小子三天前就跟唐颜合作过了 我都查过你了 你还欠了不少钱呢 是不骗他哪 我没有 我 我欠钱的事是真的 我欠钱的事是真的 但是我看着李慧的才华也是真的呀 李慧如果是火了 那我的公司也就出头了呀 那两圈其美的事 你别在这儿泼档水啊 啥带我放 你走走走走 你带什么呀你 你天到晚闲那没事干了是不是 又你管我的事吗 又你管嘛 赶紧走 买梁快点带着去 行 行 杰哥 刚才不好意思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也会了解情况 坐 惠惠啊 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感受 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合作 首先是要互相信任 如果你不相信我 咱们是做不出好人音乐来的 不了这个了 你的第一张EP 我已经在QQ音乐上给你首发了 特地给你刻了一张黑胶 留个纪念 喜欢吗 机会 对了 上次我记得你说过你大学好像还写了几首歌 小可她们挺感兴趣的 要让你们聊聊看看做个复古风看看 可以啊 但是复古风我没做过 我万一做不好的话 你没问题 你只要用心 什么风格都能加油 你还真给做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线上情绪 我这边接触了网红KOL愿意做我们的抢签体验官 我这边接触了网红KOL愿意做我们的抢签体验官 哇 这哥说谁啊 诱度还挺高的 慧姐发单曲了 小老板的发小 哎呀 哥 慧姐出新歌了 赶紧动员兄弟们都去听一下啊 然后 这个是 然后把你们店那不仅一个也换的那个 考核啊 好 跟 minorities上 在查贾文档啊 还甚至不死心 舅舅不合了 我今天开车了 赵总 我今天来试相安 开车又不是借口 一会儿让李秘书送你回去 王小子 这件事情呢 我想了很久 你对这事呢 也花了不少心思 给你的钱呢 我觉得要多加一点 赵总 我今天来不是要钱的 我之前拿了的 我现在也都可以退给你 我真的不想再干这个事啊 偷工减料啊 万一将来 他出了人命可咋办 郝伟 赵总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要辞职 你说辞职就辞职 这事儿 没那么简单 我可以为我一事糊涂 为我的贪欲买单 怎么买啊 把我拖下水啊 赵总 你放心 我保证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退给你 你的善良 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 你刚才说的呢 我听明白 但是我要考虑一下 看看怎么安排 行了 先回去吧 赵总 小李 小李 送一下 好 切 快 快 我当时处理得很安逸 而且当时还清理过 贾文 没留下什么 我记得 她还有一个母亲建在 人现在在哪儿 这还终于管住 找我下落太太下落 好 那尽快 好 小心啊 老黄你看啊 阿文和小美来接你了 阿文 忙不忙啊 好好吃饭了吗 这不带您去散心吗 好 好 你想吃点什么 什么都好 都好 妈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儿子带我出去玩 真好 你真有福气 去吧 来 小心 好 好 好 我关门了 走了 走了 来来来 快吃呀 来来来 小美 这个是粗粮水果玉米 特别适合女孩子吃 谢谢王爷 阿文 喂 你也吃呀 快乐 你们俩每个星期都回家的 可我怎么觉得好长时间 没看见你们了 今天妈妈真是太高兴了 想什么呢 没事 我在想 我妈对未来的儿媳妇 应该是这样吧 你胡说什么 小美就是我儿媳妇 是吧 小美 你发型怎么变了 你们年轻人就喜欢倒置头发 不过这样挺好看的 是吧 阿文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吧 阿文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吧 妈妈跟你说啊 跟钱打交道的工作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我有没有和您说过 我最近在工作上有什么难题吗 看看看 遇到事了吧 我看你最近也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实话跟妈妈说 是不是动了不该动的钱了 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 一个叫赵明轩的人 没事吧 怎么了 我阿姨脑不舒服 有点头疼 可能今天有点累了 没事没事的啊 你说的是谁 是你们公司的人吗 你过来一下 你也喝过水 我们这样逼迫王阿姨回忆以前的事情 算不算是对她另一种的伤害呢 我之前本来想 如果真的问出什么线索来 也算是 替王阿姨 揭开阿文去世的真相 就算什么也查不出 对她也算是一种陪伴 也算是陪她做一场梦吧 梦总是要醒的 我们能装多久呢 你说得对 如果我们继续生化下去 一定会触碰到她 最不想回忆起来的痛苦部分 这种遗忘 可能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真相 我们都不应该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那 没事 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走吧 我这是在哪里呢 你们是谁 我怎么在这儿 王阿姨 你怎么了 你不是小美 王阿姨 你也不是阿文 我 我怎么在这儿 你们 王阿姨 你别害怕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不是坏人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先回去再说吧 你 你别怕 我的阿文 我也不来了 老王 妈妈 你 他们也是为了你的儿子 怀疑那场车祸有影情 你是说 我 我儿子是本人害死的 王阿姨 我是这么怀疑的 因为我父亲 应该是类似的情况 王阿姨 胡宫 胡宫 王阿姨 王阿姨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请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王阿姨 王阿姨 希望王阿姨没事吧 时间是会动成这样 这两天 我找洪多来看看她吧 那 等一下 王阿姨让两位回去 我儿子的车祸 我也怀疑过 她不打喝酒 她怎么会喝酒开车呢 想起了一些事呢 厨师那天 她送了这个给我 那天她回家 还问我 如果辞职 带着小美回乌苏 重新找份工作怎么样 我挺高兴的 妈 啊 这个给你 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 花钱买这个干什么 阿伟啊 妈跟你说啊 不管在哪里干 只要是跟钱 有关系的工作 一定要守住自己 就从别乱花钱开始 妈 我帮你戴上 这个呢 真的没有多贵 我 我回去戴吧 我现在帮您戴上 我现在就戴 现在就戴 你看 多配您的气质 好看是好看 别乱花钱了啊 好好 以后不花 妈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我给你发的消息 你收到了吗 进了 没问题 妈 我得回趟户谱 公司有点事 妈那么急啊 吃了饭再走呗 来不及了 我不吃了 那你路上慢点啊 你赶紧回去吧 放心 慢点开 慢点开 这是她出事那天 给您的礼物啊 她亲手给我戴上的 我 我就一直待在身边 当做念想 记得了东西 被一场火灾烧得 凄几巴巴的 这算是唯一的衣物了 这算是唯一的衣物了 你要是觉得有用 就拿去吧 王阿姨 王阿姨 谢谢你的信任 我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为了 为了阿姨 为了你 为了我父亲 为了我父亲 但是等查到真相后 却告诉王阿姨 是这条线里里了过 这条路不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信息 是 小燕 谢谢你帮我这么多 还一直陪着我 我不是陪你 我之前就一直想跟你说 我做这么多事情 完全是因为我想 把赵明轩这个坏人 绳之以防 仅此而已 好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先送你回家